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的1月30日 现在是下午4点 我是李思玄 一块来看一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全国春运进入到第十天 全国的铁路公路民航客流呈现了小高峰 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7万人次 加开零客819列 按照车票预售的计划 互联网开始销售2月28日的车票 及正月24的车票 目前返程的务工专列的鱼票较为紧张 在校大学生的返程和易考生购票量逐渐增多 位于长三角的铁路上海站 前往安徽 江西 川渝等方向客流持续上升 预计加开临时客车76趟 其中前往安徽 江西 川渝 湖北等客流 集中方向客车54趟 节前 重点方向只有2月4号除夕有票 京津冀地区预计发送旅客96万人次 其中 北京三站预计发送旅客52.3万人次 计划增开旅客列车65列 主要开往东北方向 西北方向 还有京津冀区域内的短途列车 沈阳前往哈尔滨的车票紧张 受返向探亲客流影响 沈阳前往长三角 珠三角方向车票紧张 春运第十天 西安局预计发送旅客34万人次 加开旅客列车34趟 主要开往北京西 上海洪桥 苏州 重庆 成都等方向 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1万人次 登开列车219列 主要加开去往湖南 湖北 川渝方向的列车 春节的假期就要到了上海机场 也迎来了出入境的双向客流的高峰 记者从上海的边检部门获悉 1月21日至1月30日 上海机场的出入境的人数超过114万人次 日均11万人次以上 记者在上海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边检大厅看到 排队等待办理出境通关手续的客流排满了通道 为方便携带小孩出游的居民通关 边检部门在自助通关通道的边上 设立了绿色通道 方便申领证件时 没有采集指纹等生物信息的儿童快速通关 新的一个绿色通道对我们小孩子出关 更加一个大大节省的时间 据了解 从1月21号起 上海机场出入境人数有明显的提升 出现了明显的客流高峰 25号至29号的出境客流都保持在6万人次左右 浦东机场的出境客流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 预计将持续到2月3日 农历腊月29春节之前 在很多地方伴随着冬日里面 温暖的阳光 2019年的春节即将如月而至 在江苏的金坛 一场原汁原味的乡村过大年的活动 就点燃了人们记忆深处的乡愁 这里是金坛乡村过大年活动的现场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乡村文化展演 我们看到像我们正在走来的呢 就是猪装马灯 这是一种将传统戏剧 舞蹈 杂技 音乐融为一体的民宿活动 至今呢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 因为现在越来越少呢 就想让孩子也来感受一下这种 古特的这种年的过年的气氛 让他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乡村年俗体验一条街 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 比如说风钢酿元香 太极饭 还有蒸水糕 爆炒米等等 飘出了浓浓的香味 让人一闻到啊就想到了过年的幸福滋味 爆炒米师傅何忠华从父辈起从事这个行当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但何忠华放不下这门手艺 他平时打工逢年过节才会出摊 让大家感受年味 吃的温度 看它的压力 看什么都是原材料的 米面它是大概六七分钟就可以 这个韵着就快了 这个韵着大概四分能够 作为金坛乡村旅游的重头戏 乡村过大年系列活动 已连续举办了五届 通过举办这类具有浓郁乡村气息的主题活动 吸引人们走出城市 走进乡村 这同时也形成了多点开花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随着春节的临近呢 置办年货肯定是很多家庭的重头戏 这个时候呢 位于新疆霍尔果斯的中哈边境上 各种各样的洋年货 也一下子火了起来 大家看到我手里的食品和酒了吗 它们分别是来自韩国的食品和哈萨克斯坦的酒 这也是今年春节 我们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卖得最快最火的洋年货了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横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 在总面积5.28平方公里的全封闭区域内 两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 无需签证即可评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等 有效证件出入合作中心 实现面对面的商贸洽谈和商品交易 中方入区人员 每人每天可一次性携带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 现在来购买洋年货的人员逐渐增多 每天验放出入境人员达到1.6万人次 光丰时期可以达到2万人次 随着年关临近 中哈合作中心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来自韩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及中亚五国等国的商品 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他们在品尝美食 开心购物的同时 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年味 在互联网上采买年货 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 那么在这个春节里面 他们都会囤一些什么东西来过年呢 京东道家数据显示 喜欢年前网上购物囤货的消费者中 70后 80后是主力军 消费金额占比接近八成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 90后在年货消费上的购买力 有了大幅提升 消费占比约10% 消费金额同比2018年增长37% 果蔬生鲜 零食饮料成为90后最爱年货 其中由于90后女性购买年货需求增强明显 水果 牛奶 零食 大米 饮料 成为囤货党们最喜欢购买的年货 户外用品 家居装饰 传统节日装饰 则占据了销量增长最快的年货榜单前三位 春节的前后 大家不管是走心访友还是外出游玩 难免都会用到网约车 那么春节期间乘坐网约车的价格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只要一打开滴滴手机APP 就可看到春节司机服务费全额给司机的字样 用户输入乘车目的地后 系统会自动弹出一个页面 原来春节服务费从蜡月23到蜡月29 每单加收3元 除夕到正月初二 每单加收5元 正月初三到正月初六 每单加收3元 采访中 大部分西安市民对此表示理解 记者了解到 从昨天开始到2月10号 陕西平均打车成功率预计下降20% 全省范围内将出现空车较少 等车时间较长的现象 除夕到正月初二是打车最难的三天 那么除滴滴加收春节服务费后 其他网约车平台会不会跟着涨价 随后记者用手机分别登陆了 滴搭和曹操专车网约车平台 都没有出现涨价的通知 其中曹操专车还会打折 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的 这一块的话还是跟品质一样的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 说春节会加收春节服务费的 目前是没有的 目前咱们现在还没有调整价格 但是这个肯定也是和您当地的 这个油费也是相关的 这个司机可能也会调整价格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拥有方式 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订阅服务应运而生 并且逐渐开始进入到 主流的消费市场 在韩国订阅服务的范围 已经拓展到了汽车 家居用品等等行业 记者走访了韩国一家租车服务企业 负责人介绍说 最近订阅式租车服务一推出 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 只要每月缴纳一定的 租赁及保险费用 消费者就可以从商家提供的轿车 SUV等不同备选车型中 随意换着开 比如每月交72万韩元的租车费 约合人民币4000元 价格上虽然比一般租车 高10%左右 不过顾客可以按照需求 在三款基本车型更换使用 资格上虽然比资格上虽然比资格上 选择下虽然比资格上虽然比资格上 但价格上虽然比资格上虽然比资格上 agric 助备 ainsi做您的 cartridge 企业有300多家 覆盖了文化 家电 服装 餐饮等多个行业 服务对象多为30到40岁年龄层的消费者 随着韩国民众对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 订阅式服务模式在推动消费升级的同时 或将成为韩国零售市场新的消费增长点 智能机器人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而且很多的机器人还具有学习的能力 近来来自瑞士的科学家就研发了四族机器狗 而且他们又能学到新的技能了 不仅不怕摔倒 可以自己的自主规划路线 爬楼梯运东西都不在话下 这只长着四条腿的机器狗 就是瑞士苏黎市联邦理工大学的科学家们 最新的研究成果 经过不断的改进 保持平衡对它来说已经不是难事 它能对突发状况进行记忆 并自动调整 踢倒它可不容易 就算意外摔倒也能自己爬起来 各种姿势都难不倒它 在保持平衡的基础上 最近它通过一套被称为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系统 又学到了新技能 它能够在任何环境下 如楼道 车间和船上等 及时避开障碍物 并快速行进 移动和反应速度比之前提高了25% 并且只要楼梯斜度不超过45度 爬楼梯也能行动自如 除此之外 它体内装有一块防水防尘的电池 可连续使用两个小时 通过自主规划路线 它能运送重达10公斤的物体到指定位置 就算遇到电梯也不用担心 完全可以自己来 研究人员介绍说 学习这些技能并不费时 在一台普通的电脑控制下 只需要4到11个小时就可熟练掌握 研究人员表示 希望机器狗以后可以用于灾后搜救 和监测矿井等危险环境的工作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 钢铁行业作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 一批重要的海外项目进展顺利 在1月28日 中国合钢集团和印度塔塔钢铁集团 在北京签署协议 合钢集团将会出资收购塔塔钢铁 位于新加坡 泰国 越南 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 钢铁资产70%的股权 中钢协表示 中国钢铁企业之前海外投资 矿业项目较多 不成功的案例多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经验的积累 今年以来涌现出一批 重要的海外钢铁生产项目 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再来看日前 有个别的自媒体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中 相关政策误读为私立幼儿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